白天是小学老师 晚上是法皮螺水进藏演绎总之老师 无论是对待志工还是学生 陈采燕的要求都一样 因为我本身是老师 有看到不圆满的地方 是会有把要求提高 就好像我们的学生这样 他功课退步我们就认为说 他回家没有读书 他没有做功课 陈采燕用尽全力要把志工教到最好 但是经过四个月的努力 志工还是赶不上进度 最终让他忍不住发脾气 他们就跟采燕说 我们再练一次 他就说你们如果在家里没有练习 就算你们在练十次还是一样的 他就讲这句话 可是当他讲这句话的话 每个人的心都沉下去 就是那种当下的心情 就是我很急 我要你做到这样的东西 你做不到 就是脱口就讲出一些 可能就不好听的话 一时的失控令志工有压力 更令陈采燕后悔不已 主动反观内心 发入忏悔 自己静下来的时候 就会想到说 我今天是把话说中的 我们今天一直不断地在唱诵 一直不断地在讲在教 无心中其实也让我们 一直要注意自己的身口意 毒蛇二口常伤人 我们的一个不小心的一些言语 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陈采燕先结好人缘 用比较圆容的方式去跟他们说 你稍微是来到这边 五上 你的眉毛 从经文中体悟佛法 陈采燕不知放下老师的身段 调和身色 他还加多一点耐心 陪伴志工加紧排练 一个月后终于看到了成效 我可以很近距离地听他的教导 而且他很有耐心地教我们 我觉得到后面 我感觉是有一点关心出来 变成他有去注意你 就会关心你 然后怎么去告诉你这样子 以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只有抱着一个想法 就是我尽量去讲 我尽力去讲 就是教到最后一分钟为止 教导别人 陈采燕也涉索法医 改变带人处事的方式 人言李更元 待新闻 吕佳佳 梁卓敏 马来西亚 马六甲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